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 蓝轩看世界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并没有直播 最主要是上班的人可能人手稍微不足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先跟习惯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说声抱歉 我想很多的公司行号啦 这个社会当中每一个单位啦 什么可能也跟我们都一样 这个上班的人有时候突然之间 这个就是不得不告假在家休息一下 上班的人可能越来越少 或者是呢有点此起彼落 不同的部门之间 一下多人一下少人 我想这个重点在于说 台湾的这个染疫的人数呢 确实是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政策呢 通常都是追着疫情跑 所以呢这个通常都是呢 这个在第一现场大家呢 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了 不管是在居家隔离当中 造成人手越来越少的问题 排班的问题 这个整个的公司是否可以运作的问题 还有大家事关 我们的整个的社会运转 儿童有专责病房 病床的那种医院呢 转了四家 跑了四家 从这个基隆的长庚 跑了这个三种 跑了台大 跑了马街 到最后 到了北荣 才找到这个专责的病床 然后进去之后的话呢 就不到 不到几个小时之后 就非常非常 让他觉得非常心痛的了 他就过世了 那光是在这个转院的过程当中 就耗费了四五个小时 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在过去这个周末当中 一个一个发生的 包括像是安养机构 我常常像我们全台湾的安养机构 也不过是住宿型的一千多个 在过去这个周末就有呢 三百多个 这个又增加了三百多个呢 它是已经出现了有染疫者了 那这个染疫者的话呢 在当中包括了像是呢 台北的 总共加起来 这个有五百九十五个 这个住宿型的机构呢 通报确诊了 那这个当中的话呢 浩然 这个在事情传出来的时候 是台北的浩然 前天了 浩然建老院里面呢 大概有一百二十几个人确诊 工作人员四十九个 住民就是那些长辈 七十七个确诊 然后呢 端端几天之间三个死亡 那三峡也是 三峡的这个安养机构 这个也是一样 它大概有近百人染疫 里面也是三个老人家 在过去几天就端的时间 就死亡 好 所以呢 这些事情真的都是在过去 这些天当中 每一个家庭里面所面对的 每一个公司里头所面对的啦 所以呢 真的是 很辛苦 这个即便说是无症状 轻症感染的是居多的 但是因为整个的政策本身 整个我们的准备 真的是不够 所以呢 发现呢 重症死亡的人数越来越高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政府的政策 真的是要 讲了好多天了 就是 要快快快 不管说你现在 不去追究说 有没有超前部署了啦 就是说每天的现象 每天的状况 不断的在发生 必须要去跟得上因应 所以呢 今天的相关的消息 就是呢 这个政府正在讨论 在在考虑 是不是要把三加四 居家隔离三加四 改为零加七 那零加七 就是零加七 又来一个什么 累零加七 现在真的是好累 那么多累 这个累零加七到底是什么呢 应该是说呢 这个打三剂的 这个人就可以呢 免居家隔离 但是你要塞阴 才可以免居家隔离 那很多的国家呢 零加七 比方说澳洲 它的零加七的话呢 至少是你塞了以后 没有症状 你可能就是可以出去 这个正常的上班 或者说它并没有那么强制性的规定 但到目前为止 台湾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是应该是会用 所谓的类零加七 就是要三剂 这个打满 疫苗 然后呢 塞阴 然后你才可以出门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是零加七 我想这些部分的话呢 陆陆续续 我们待会会再跟大家说 好那总而言之 今天出门啊 天气部分的话呢 也还是有点点阴阴沉沉的 今天的话呢 全台湾有18个县市呢 发布了大雨特报 大概只有宜兰吧 这个少数几个县市没有了 这个鸡北北 桃竹苗 中张头 云 嘉 南 高平 花 东 通通发布呢 大雨特报 好所以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要稍微注意 这个带个雨具会比较保险一点 而且呢 清晨的话呢 温度其实也不高 也还蛮低的 像是新北的石门就14.7度 真的是还蛮凉的 好 所以呢 出门的时候 是长袖的外套 一定要穿一下啦 避免的感冒了 现在这个状况底下 感冒也会有点麻烦 感冒第一个 你跟这个 疫情的症状呢 会有点点混淆 当然事实上很不一样 那但是还是会担心 那再来的话 就是现在医院里面 诊所里面呢 大概也就大爆满 所以呢 整个的医疗资源呢 可以留给这些呢 新冠疫情所需要的话 当然是最好 OK 好 所以呢 在家里面呢 被点感冒药 也是有帮助的 一方面是感冒 二方面的话呢 如果说是 轻症的 这个COVID-19的话 事实上 吃感冒药 也是有帮助的 好 所以呢 希望不要感冒了 然后OK 这样子的一个 封面 在这一波的美语封面的话呢 到明天 我会开始比较减弱一点 然后的话呢 气温会慢慢的回升 OK 好 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 提醒你 加件衣服 然后带个语句 那至于一个礼拜下来的话呢 那就是 这个礼拜并不是 从明天 美语封面减弱之后 旧视晴朗 一片晴空的 还没有那么好 另外呢 礼拜五又要来一波 美语封面 那一波的美语封面的话呢 要连续三天下雨 那 它的封面结构 没有这一波呢 来得那么的扎实 就是说 意识的话 这一次其实会担心 有点致灾性的 状况啦 所以呢 这一两天 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 但是呢 从礼拜五的那一波呢 三天 也会下雨 全台犹豫 但是呢 比较零零亲近一点 OK 好 大致来说呢 就是有关于呢 这个今天天气相关的讯息 好 那过去这个周末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有关于台湾的疫情 那台湾的疫情的话呢 当然跟着全球来走的话呢 也不用去计较 是不是每天都第一了啦 大概来说就是一二三嘛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全球的话呢 整个的疫情是往下走 但是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 四礼拜五的时候提醒 全球呢 也有反弹的迹象 比方说呢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就礼拜五下半 就我们礼拜六看到的数字 第一 全球第一的话 是美国 美国呢 从两三万 这个后来有过五六万 那到礼拜六的时候反弹到 八万八千多人 单日行政感染 所以这个数字还蛮高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德国 德国呢 在最近这段时间 也是时不时的 就是会反弹飙高 那在礼拜五 还记得那一天 我们在节目里面 有讲到 他那一天是全球最高 他也是飙到八万二 那在礼拜六的时候的话呢 美国是八万八 德国是六万七 所以台湾是五万二 所以呢 在礼拜六的时候 我们是第三 这样一路排下来 所以这个其他国家 其实他们现在呢 也有标高 而且呢 也有让官卫专家 有点点担心 也因此呢 再次提醒 就是即便说呢 现在全球 有些欧美国家了 都已经呢 在跟病毒共存了 那但是呢 时不时的大反弹 还是会考验 一些相关的医疗量能的 好 所以呢 就是欧美的国家 那对台湾来看的话呢 当然在过去这几天 就是接连的 就是继续往上飙升嘛 从这个六万多 到了七万多 那在昨天的话呢 是稍微降回六万多 那但是这个 当然跟周末的通报 是有关系的 那我想呢 这几天呢 数字会继续往上 累计是一定的 那所以呢 指挥中心 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大家的预估值 不太一样 我还记得 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 访问到呢 台大工卫所的教授 这个陈秀熙 他们台大的推估呢 是到大概六月十五号 那一天 还蛮精确的一个数字 一个日期的 他说六月十五号 他应该会到达高峰 但是的话呢 就在那一天的稍晚 我们的指挥中心说呢 他们的推估呢 是在五月二十号左右呢 可会到达高峰 那中间的话呢 足足是差了二十几天 所以呢 这个人不晓得 这个推估是怎么 要该怎么去 去看他啦 那好 那就心里面做个准备吧 就说他有一个期间 大概就在五月底 到六月初 这段期间 中间落差的话呢 可能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就看看到底是 高峰比较早到达 还是比较晚到达 但是我觉得 通常来说 到达高峰 也不会马上下来了 所以呢 大概也有一个高原期 但是呢 专家提醒 比较去局宜的是 认为说呢 这个我们呢 指挥中心讲到 五月二十号的高峰期 并不是真正计算到 大家现在最在意的 重症跟死亡的高峰期 因为重症跟死亡的高峰期 它是一个落后指标 就当你的确诊人数 到达最高的时候 慢慢的 因为你的医疗量呢 受到了这个积压 然后呢 呈现非常高度的 这个压力之后 然后可能会不够 然后可能轻症转重症 然后重症转死亡 所以呢 通常来讲 死亡的这个数字 会在这个确诊的高峰期之后的 两个礼拜左右之后 显现 好那所以呢 真正要讲死亡的高峰期 那可能会落在 如果说我们的确诊高峰期 是五月二十号的话 那么死亡的高峰期 可能就在六月初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是在指挥中心 告诉大家 它的推估 高峰期在什么时候的同时 必须要做好呢 更大的提醒 跟算得更精准 以及你的一些 意烈量量呢 要做更多的准备 更重要的地方 这是专家的提醒了 好那也因此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呢 随着我们的确诊标高 我们的死亡人数 虽然就比例来看的话呢 没有到说很高 但是的话 就大家感受度上面来看的话 那是真的 压力越来越大了 所以每个这个县市呢 都在拉警报 好那这样子 一个拉警报的状况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呢 在今天全球 是通常礼拜一通报 也是比较少了 这个是31万多人 那在周末的时候 是56万了 41万了 到今天是31万 好那这个破万的国家 在礼拜六的话 这11个国家 礼拜天是9个 今天是7个国家 那今天台湾的话呢 是昨天下午的通报数 只是6万8 那19人死亡 所以连续几天 41个人 41个人之后 19个 所以昨天的数字 是让大家稍微的安心一点 但是真的也很难讲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 其实依照目前的 医疗量能来看的话呢 这个死亡的人数 尤其高龄长者 你说这个 如果说呢 照养中心 长照中心 群聚这个事情 不解决的话 每天死几个 每天死几个 是真的很可能 会发生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个抗病毒药物 过去的两天 终于有所谓的 绿色通道了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蓝轩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是全球的疫情 所以在今天看起来的数字 这个在台湾 6万8是全球第一 然后接下来是日本 3万8 这个南韩2万5 所以在亚洲地区 也是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刚刚讲到 全球会有反弹 反弹的话 不只是在过去 这段时间看得到的 这个包括美国 包括德国 那另外的话 欧洲当中像法国 欧尔也会这样标起来 那还有西班牙 英国欧尔也是 那死亡人数 也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在亚洲部分的话 就是日本 所以目前看起来 南韩是比较往下走 但走到一部分之后 就慢慢走 慢慢往下 但正好没有再往上回升 但日本的话 过去这几天 反弹的还蛮明显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 3万8已经超越了 这个南韩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所以亚洲地区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 像是意大利2万7 法国2万2 美国今天1万9 还可以 那澳洲的话是4万2 好 所以这是在 这个全球目前的部分 那在台湾 我刚刚讲到了 台湾的话 就是过去这几天 大概来说 就在六七万左右徘徊 但是没有一个专家 包括指挥中心认为 已经到达高峰了 所以显然的 还继续往上走 那往上走的话 10万 15万 20万 都有不同的预估 那时间点的话 如果在5月20 到6月15之间 也有不同的预估 好 那我想这个眼前 比较重要的是 所有的状况开始 陆陆续续 先前讲到提醒过的 现在真的都是发生 但是我们的政策 就不断的每天修 每天修 所以我想这段时间 真的也就是大家 每天住一下新闻 每天听一下 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都会随时的 告诉大家 那在过去这个周末 最值得注意的 就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养护中心的 老人的死亡 所以连续两天 41人40人死亡之后 我们就发现 我们谈到很久的 有关于抗病毒药物 给不给的问题 那这个政府 不断的都说 先前说 才买几万剂的时候 都说够 后来大家批评之后 他就追加买了 买到70万剂之后 他也说够 够了以后 但是就没发 没发的话 我们就提到说 疫情就爆发到 这个样子了 那么多的长者死亡 重症 住院 你到底要多少条件 符合财 才愿意发 这个事情 走到现在为止的话 每天发不到 不是每天 累计发不到 两千多 后来过去这几天 加起来 大概有发出 三千多剂 就代表说的 就是你给药的条件 标准非常的严格 那当然你说 有一千多种的交互作用 那这点大家可以接受 就是所以需要医生看诊 那医生看诊的目的 也在这里 但是在需要医生看诊之后 医生抱怨的并不是他 担心他交互作用 没有办法去考虑在内 因此给药给坏了 不是他说最主要不能给药 是因为太复杂的行政程序了 太复杂的给药的整个的一些相关的申请了 所以就也还是行政程序的问题 好 所以终于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我们政府就说 OK可以采取所谓的65岁以上 这个不管是包括快塞羊的 就可以去准备投药了 所以这开出所谓的绿色通道 所以搞半天呢 先前为什么给药给的慢 或者给药给的少 他说他70万份够 但是问题真的拿到了才3000人 最主要是因为呢 你快塞羊之后你还要去PCR 那一样的老问题 就当你要去到PCR拿到通知的时候 拿到正式的这个证明的时候 都已经三四天之后 甚至三五天之后了 那问题给药的高峰期 也不就是三五天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真的是很伤脑筋了 那所以呢就在礼拜 就是今天16号 昨天5月15号的时候呢 政府终于宣布 说呢有关于65岁以上的快塞羊性 经过医生评估之后 终于可以给药了 所以呢这是现阶段防疫的重要手段 希望能够降低重症死亡 好所以呢终于在昨天 财因应这个现况 这个第一现场 这个非常严峻的状况 你去想象那么多的一些 长照机构养老机构 那么多人群聚 那么多人爆发感染 然后里面不就是有医生吗 医生他难道不会去 考虑到交互作用的问题吗 当然会 那你还给那么多的一些 程程关卡实在是很难想象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 如果说呢 这个西药的交互作用来得多 但是总而言之 你必须要让他有这个给药的权利 在这个及时的时间当中 给他给药的权利 然后他再来评估 这个会不会有一千多种的交互作用之外 中药他目前没有听到太多的交互作用 那所以清冠一号你已经征召了 那为什么不能够在 你如果说在评估第一时间紧急的时候 你还没有能够马上给这个西药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先给清冠一号呢 我也不懂 那清冠一号不是也很够吗 那但是你说够你就发现说 现在政府都说够的时候 实际上都不够 所以呢就是说西药什么瑞德西韦 等等辉瑞的抗病毒药物也说够 就第一线上都说不够 那这个中医的这个清冠一号 现在征用了也说够 那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不够 所以也没有办法给这个部分 否则他现在还不只是清冠一号 现在不是也很多所谓的类清冠一号吗 我们的节目上面访问过的这个许中华医师 他就说像联一就有所谓的叫做静冠方 那时候还不止还有很多的 台湾的中医师还蛮厉害的 在过去这一两年间 他其实透过了一些这个研发 得到了一些药证 都有类似像清冠一号可以治COVID-19的 那为什么不能够通通征用呢 我也不太懂 如果说现在的眼前 担心的是我们的医疗量能崩溃 一些医疗量能会崩溃 是因为轻症转重症 重症转住院 那如果你让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在无症状 轻症的时候就控制在轻症 他就不会挤压到医疗量能 不是吗 所以一方面是你医疗量能 要做预奸准备 要做分流 那一个就是在前端这部分 让大家尽可能的可以保持 是一个轻症的状态 即便老人家都是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有关于在中药部分 如果说实际上有符合 包括效果跟器官一号一样的 这些中药 是不是也可以去征用 也可以让第一线现场的 这些中医能够尽快的去使用 那当然包括就是说 民众也要有这个观念 如果说你这个远距医疗 不要也只是想到中医 而且中医在某个部分 也可以这个紧接来说 也可以来进行远距的医疗 他也可以给药的 我觉得这部分大家可能也要更灵活一点 就不只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做决策要更灵活一点 资源要更充沛一点 资源现在都在你手上 你不发下来 大家没办法用 再一个就是说 对于民间来说的话呢 就要掌握一下 这样子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资讯了 我想中西医 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并用的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远距诊疗 也会塞 网络也会荡 然后呢 对于老玩家来说 也不太懂得用 是不是有更简单的 SOP 可以赶快的 这个想法 让老玩家知道 这个邻里长 可以稍微通报一下 就是说 对他们来说 可以帮忙一下 好 所以这次老玩家 在过去这个 周末当中 蛮重要的 然后政府也终于 给了一个绿色通道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的话呢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 又有一个两岁的孩童呢 演绎 这个两三天 有人算两天 有人算三天 总而言就很快的 他是在5月12号的时候 快塞羊 然后呢 下午就到布立的 基隆医院急诊 当初还好 但是13号晚上7点 就是隔了一天 他突然间高烧不止 那所以呢 他们再去医院急诊的时候呢 就觉得他应该要来安排转院了 所以转来转去 转不到 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回到蓝轩时间 那我们继续来讲 这个有关于呢 小朋友 现在这种重点就是说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呢 目前看起来呢 只要你提高警觉 应该都可以呢 平安的度过 这一波呢 关键期的 但现在就是老的老 小的小 那刚才讲到这个小朋友的话呢 5月12号就已经快晒阳性了 但是的话呢 就是 他没有确诊嘛 就是你还PCR 那你没有确诊 那所以呢 送到医院去之后呢 医生会诊之后呢 怀疑说什么 病毒性的脑炎要安排转院 那OK 如果确定是确诊之后的话呢 相关的一些 诊断啦 医疗啦 给药啦 可能会来的更快一点 但是他这个并没有 但一方面他也在跟 时间赛跑 他也不是没有任何的作为 那家长就拼命找 这些不同的医院 那我们刚刚讲 他跑了这个 金融长跟三种 台大马街 最后到了北荣 那北荣的话呢 是有给一些什么 抗病毒药物啦 这个抗生素啦 等等的药 但是总而言之 送到时候 真的是已经晚了 也在路上 也折腾了四五个小时了 那到北荣的时候 已经是13号 14号的凌晨2点了 然后呢 14号的清晨8点过时 那在这个案例过后 这个在我们的指挥中心 也就是马上的 这个改变了相关的一些政策 就是说呢 修正 滚动性的修正 快塞阳性的小朋友 也算确诊 所以呢 先前的话呢 因为小朋友不见得有快塞 本来说要用唾液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快塞不见得很多小朋友 都会去用快塞 所以总而言之 先前讲到说 有三类的人 居家隔离 快塞阳性 就算确诊 记不记得 就是居家隔离者 自主防疫者 居家检疫者 这三类 没有包括小朋友 那这个昨天的话 最新 这个就告诉大家说 现在如果说是 两岁以下的幼儿 虽不符合快塞剂的 适用年龄 但是如果有接受快塞 结果是阳性的话 也可以进行相关的 就是当做确诊的一些通报 就是当做确诊的一些程序来做 不用再做这些PCR等等了 所以总之呢 就是不断的追 现在发生的一些状况 那紧急的尽快的修正 避免更多的小朋友 碰到这个情形 但是呢 属于这个方面的话 不止这个医生的话呢 认为 像这样的这个案例 其实不断的转正 找不到儿童的专责病床 其实已经不止一例了 所以呢 这些儿童 这儿童相关科学专家 他们就建议说 要设立儿童的专责医院 那因为昨天 这个指挥中心不断说 其实只是因为 他不知道 我们的指挥中心 有一个叫做应变中心 等于是把所有的呢 全台湾的一些空床 最新的人类 以及空床的资讯呢 通通呢 都有做集中跟掌握 所以可以帮忙协助民众 进行转越 减少等待时间 但是呢 显然的在过程当中 各个医院的话呢 不够熟悉最新的相关流程 这个是卫福部的 医事司的司长说的 所以很可惜 他说如果你紧急的打 这个应变中心的话 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呢 哪里有空床 我觉得这也是 但是代表的就是说 你连医院 就我们的政策 不断每天在修正 你要得确保这些医疗人 每天都在忙 然后呢 每天眼力都不够 然后每个人都要负担 超过以往的一些呢 可能的医疗的工作 然后他还得要去注意 你卫福部最新公布的政策 好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越来越熟悉了 但我想这个通报啦 这个卫教啦 相关最新的政策的告知啦 我觉得都要让大家知道 每天都在便 你也很难说 OK他为什么会花这些时间 但是总而言之时间就花了 所以小朋友就在过程当中 耗费了 然后呢就急就不急了啦 那所以我们的防疫中心 的说法是说呢 那一天病床是够的 那只是说你都在路上 你没有打电话 到这个应变中心来 所以呢 结果是这个样子 那但是呢 这些儿童 儿科专家是认为说 你嘴巴说够 但是目前眼前 这个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呢 儿童转重症 而且快速死亡的 这个在国内外都一样 这个状况很明显 那所以呢 担心接下来 如果说确诊的人数 再标每一天十万 十几万的时候 里面的孩童 会多到你的儿童的病床 真的会是突然 已经暴增不够 咱们还是建议 要设立儿童的专责 医院了 OK好 那就是看这个我们的 主要中心怎么评估了 那今天呢 对小朋友来说 有个比较好的消息 但是这个小朋友 不是两岁那么小的小朋友 是五到十一岁了 那就是儿童的 BNT疫苗来了 那今天清晨来了 那今天五点四十四分抵达 桃园的国际机场 但是呢 本来是说 可能会有220万剂的 儿童这个疫苗 那目前这一波来的是 77万剂 77.76万剂 那依照这个时间的话 可能会要在 5月20号以后呢 才会完整 完成一些相关的 这个检验啦 等等的程序 才会正式开打 但不论如何 至少有 是总比没有好啦 那OK 否则甚至现在 有些儿科医生都建议说 是不是提早放暑假算了 就是说 对呀 因为小朋友上学 一个是怕染疫 一个是说呢 那在家的话呢 那父母亲要上班 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真的都是问题啦 但是越多相关的 工具在手上 真的当然是越好的 我们就不断强调 强调不管是快灾机啦 疫苗啦 抗病毒药物啦 中疫的啦 西疫的啦 你越来越多 然后呢 都把资源能够下放 我觉得这才最重要的啦 不是说 你说我有 结果这还在路上 或者我有 现在还没有 符合使用的条件 这些东西 有讲都等于 都等于没讲 那我想每一个家庭里面 都有这个老的老 小的小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OK好 所以BNT 惠罗BNT呢 儿童疫苗今天抵达 所以希望尽快可以 能够达到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快筛 也希望能够更充分 那再来的话呢 呃 这个一些PCR的筛减 呃 也希望有更多的 这些站 所以呢 周末的话呢 也是呃 这个中央指挥中心 要求各个地方 试着更多的站 那OK好 所以呢 这个北部 这个在台北市的话呢 中正纪念堂 未来将成为 这个车来速的 筛减站之一 那OK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希望能够 疏解了一些 相关的状况 那除了台湾之外的话呢 另外一个呢 蛮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北韩 北韩突然之间呢 终于他们承认了 有疫情 但是这个一承认下来的话呢 就不得了了 这个说事才短短几天 我觉得他们当然 就是先天没通报了 他就短短几天 已经累积到超过了 120万人呢 已经有这个 相关的疫情的症状了 那今天的情形是 最新又新增 39万多人 这我觉得 一定不可能是一天的数字 这太奇怪了 好所以总而言之呢 北韩目前的话呢 全国封锁 今天召开紧急的政治局 会议来下令 动员军队 来帮忙呢 来稳定 这个首都平壤的 公钥的相关状况 好所以呢 这是北韩的 目前的状况 那相对来看的话呢 中国大陆 稍微的放宽了一点点呢 上海要复工 好回到蓝轩时镜 这个上海的话呢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宣布他们呢 要有序放开 有限流动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 这个就预告 今天开始 要富商 要富市 这个先前是 就是陆陆续续 复工 那现在他希望 全面性的 也是分阶段的 但就是希望呢 连这个包括 像是一些什么 商店啦 包括一些 这个市场啦 等等 就是一些商业行为 都可以恢复 那所以呢 等于是从今天开始 陆陆陆续续呢 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有活动的迹象啦 所以呢 这个2500多万的上海市民 现在也终于的开始呢 比较可以看到一些解封的希望了 那他们现在包括呢 在大陆境内的 看起来表现还不错 但是呢 就大陆来看的话呢 北京还是有点紧张啦 北京的话呢 在今天看起来的数字 还是有新增55个 所以他们现在呢 就是用那种多轮 不断的 这个进行PCR的方式 这个让你这个 就方圆 多少里之内 就有看得到的 就有这个很多 不像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设嘛 他们是已经多到密密麻麻的 这个希望呢 全国有32万多个 这个PCR站 让你呢 想到就筛 随时都筛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就希望呢 控制住 这个北京的情形 那不止北京 现在广州 先前有一波 那现在后来平息一点 现在又说 这个即日起 要启动呢 常态化的核酸筛减 希望呢 每平均五天就筛一次 我们在 我们现在讲的是快筛 他们在讲的是PCR 所以呢 这个大陆的颜控 也还真的是很严很严 所以呢 不论如何啦 我想上海是一个 这个最繁荣的商业金融之都 他的复工 复商 复市 某个程度来说 还是最最最最最重要 去对国际来说 那当然另外一个观察是北京 OK好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呢 欧美股市 在上个礼拜五的表现 上个礼拜五的表现呢 看起来是还不错的 一片的红通通 看了就觉得很开心 好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和在美国 道琼贵指数呢 上涨了 466.36点 收在32196.66点 涨幅是1.47% 南下指数上涨434点 收在11805点 涨幅是3.82% S&P500呢 上涨2.39%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 涨了5.06% 好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的话呢 三大指数也都是上扬的 德国呢 涨了2.1% 英国涨了2.55% 法股呢 涨了2.52% 好 那这个欧美股市呢 在上个礼拜五的表现 我是说真的哦 跟上海解封的讯息 传出来之后 印象很大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在前一天 我还记得我们礼拜五的时候 有讲到 这个联总会的主席鲍尔呢 他淡化呢 可能一次升息会有三码 这样的状况 他说呢 接下来如果要有 至少还可以讲到的是 下两次 他说呢 大概都是百分之 就是50个 50个基点 所以等于是两码 所以他就是淡化有关于 会有一次升息 75个基点的这种市场猜测 那再加上上海这个解封的 这个利多消息传来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状况 就是美元回落 加密货币也 回温 这个四大指数呢 都是全数的公高 这个收高 相关的一些科技类股呢 也是表现很不错 那但是事实上了 但事实上 我觉得每一次 我们看到呢 当日的股市的涨跌 其实都是看你选择性的 去看哪一个部分 你说那一天的话呢 都是好消息吗 其实也没有啊 在美国的话呢 五月份的密西根大学的 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坦白说 表现是不怎么样的啊 是跌到十年来的新低的 本来呢 预估是64 这个结果是59.1 所以大家对于 接下来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好 给一切的 这个回弹回来 那就算俄乌跟这个疫情 大家可能也慢慢的 跟他共存了 连战争都试着跟他 这个讯息共存了 但是通膨的状况 还是压力很大 很多的物价的成本 一样是飙高 所以呢 其实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事实上是很脆弱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这两个消息传来的 传来的关系 上海解封啦 这个升息的讯息啦 还是推高了 整个的欧美股市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 其实是有好有坏的 一些市场的讯息 不过呢 就一些个别的 类股来看的话呢 有一些部分 实在是很有话题性 有关于马斯克 你真的觉得 至少今天 只要马斯克有讲话 今天马斯克有行动 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 这一次的话呢 轮到大跌了 为什么又大跌 因为他又说 他要暂停 决定要去购买 推特的交易 为什么又要停了呢 因为他发现 这个开始 他就是陆陆续 当他说 他要成为 这个推特最大股东的时候 越来越多 与关于推特的 相关的资料 尤其是有 所谓的假账号的资料 来到他的手上 他说 哇塞 这么的多 那里头的话呢 假账号里面 当然隐藏了 很多的一些 很复杂的讯息 这复杂的讯息里面 包括一些 可能政治上的问题 可能一些仇恨的 言论等等 也还包括一些 这个在里头呢 做一些很复杂的 可能甚至有犯罪嫌疑的 一些商业急转的问题 等等 所以他说 在他收到更多 有关于推特当中 有多少假账号的资料 以及呢 掌握了 怎么去处理他之前 他要暂时搁置 收购推特的交易 哇 话一讲出来之后呢 推特跳盘跳水 开盘跳水 大跌了百分之九点六七 后来说呢 美股呢 四十点七六块钱美金 OK好 所以呢 他当然就是 没有完完全全说 就不要了 大家希望他要做好 万全的准备 但这个万全的准备 要等多久 或者说这个问题 确实也连接到 他未来要怎么样子 管理推特 那所以未来的推特 面对假账号问题也好 面对仇恨言论也好 面对那么多复杂的一些 政治跟经济 跟地缘 甚至地缘政治 等等的问题也好 他会如何的处理 那比方说像美国 美国的话呢 仇恨事件越来越多 在过去这个周末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这个消息坦白讲 蛮骇人听闻的 一个18岁的少年 18岁 他到底是有多大的 深仇大恨 让他对于非洲一的 美国人 那么的看不下去 他挑了水牛城 一个非洲一的人 聚集最多的地方 拿枪扫射 他是后来选择了 一个商店 这个商店叫Tops 他到这个地方扫射 他就是专门锁定 非洲一的人 开枪 而且还开直播 OK好 所以这个状况 真的很夸张 他造成了 死死三伤的情形 然后呢 他也完全没有悔恨 而且他在行凶之前 他在网络上面 发表了他一大堆 有关于 这个种族歧视的宣言 表示他将要去 伸张正义 所以就发生了 这样子一起 非常骇人的事件 而且是 他毫不忌惮 甚至公开 我觉得他会公开讲 而且还开直播 代表他可能觉得 他是在替天行道吧 在做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是美国目前的 这个仇恨跟撕裂 非常可怕的地方 那OK 水牛船是第一件事情而已 在今天看到呢 这个最新消息传来 又有另外一起呢 也是这个枪击事件 发生在南加州的一个 镇里面的教堂 也是一样造成了一死五伤 但是原因是什么呢 目前警方没有表示 他查获到 是不是也是一个仇恨的攻击事件 但是突然之间 在教会里面 看起来或许跟宗教当中的一些主张 是有关系的 OK 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 回到蓝宣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 这个美国在过去这个周末 就发生了两起 都是有死伤的 这个一个是呢 死死 这个三伤 另外一起的话呢 是更新的 是一死五伤 那这个 在南加州的这个教会 所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的话 目前还不知道 这个警方并没有说明来源 但是呢 在这个水牛城 这个部分的话呢 18岁的这个青少年的仇恨犯罪 这个事情 说他这个 在犯罪之前 其实有接受过一些相关的心理智商 但显然这个心理智商 并没有能够及时的扭转 但于目前 事实上可能也不只是他一个人 而是呢 目前整个的美国的社会 所笼罩在 这个相关的这个仇恨对立之中 那OK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 是真的还蛮严峻的一个挑战 那尤其是呢 包括其实 一开始呢 等于是把一些 本来是潜藏在台面底下 至少台面上的一个政治正确事 即便你心里面有一些歧视 你不会公开说出来 你也不会呢 做一些呢 明显的侵犯他人 或是说呢 去伤害他人这样的举动 那是过去的美国 你说他没有种族歧视吗 他其实是有 但是并没有用一种 相互伤害的方式 不管是用语言当中的伤害 还是用肢体相对的伤害 但是自从有了川普之后 所有事情都台面化 所有事情都激化了 那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 比较可怕的事情是川普还在 那而且他不但还在 很可能在未来的 接下来的 现在已经不到四年了 可能是三年多之后 美国的再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他可能不会缺席 所以他现在非常的活跃 活跃到说呢 他也在这个推特的话题当中 也嘎了一脚 这个推特很多人说 那是不是 马斯克他倡导 这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所以这个川普可以回来了 回来推特的开账号了 但是呢 这个其实幸好 马斯克不用烦恼这件事情 是因为 川普说不用 我自己搞一个 这个新的平台 新的账号 所以他自己能弄一个社群平台 自己在这个社群平台当中 继续的大发厥词 那所以对美国来说 在今年的其中选举 其实对拜登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又有了这个川普 这个卷土从来 或者他应该讲 他从来阴魂不散 那另外的话呢 美国自己也面临 相当程度的经济 包括这个物价飞涨 这个相关的一些通膨的问题 所以其实是还蛮严峻的 那这个严峻的状况的话 事实上也会影响到 这个拜登 他对于美国的 这个国内政治的掌控度如何 他的权力是不是摇摇欲坠 都会影响到 不管是在俄乌的战况上面 他需不 他又会用多大的力气 他有多大的能耐 可以去支撑 也包括接下来更重要的印太 这个印太的部分 他会不会需要用一个 更加的鹰派跟中国对立 然后呢 跟这个川普PK的方式 去增强 这个可能印太对我们来说的一个紧张关系 那如果是的话呢 台湾会更加的被当作筹码 去运用来去 这个 签制也好 去刺激也好 这个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 签约法动全身的啦 OK好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目前呢 笼罩在 这个不管是地盘政治 或者是在一些经济 这个股市当中的话题 OK好 所以这边讲到呢 这个俄乌的状况 俄乌的状况的话呢 目前当然还在 还在这个打当中 那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芬兰 它将要启动呢 应该在这个礼拜吧 他们就是正式的 会要加入北约 那这个最新的消息 大家关注的 第一个在油价部分的话 这个担心 因为俄罗斯扬言 要用这个等于是砍断 这个用油的供应 这个天然气跟油的方式 去制裁芬兰 所以呢到底会不会成真 这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在油价的市场上 都是蛮受关注的 那要看看接下来 俄罗斯采取的 所谓的一些 复仇式的举动怎么样 那不过呢 在上个礼拜五看起来 油价确实也飙高了啦 那这部分跟俄乌 跟这个中国大陆 经济需求都有关系 OK好 那在上个礼拜五的话 这个纽约部分的 西德州原油是上涨 4.1% 这个收在110.49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 这个涨了4.1美金 收在111.55块钱美金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大家可能要 关心一下 到底俄罗斯 可能对于芬兰 会不会采取行动 那可能如果他对芬兰 会采取行动的话呢 可能就不只是 只有对于芬兰 那所以呢他会对整个欧洲 这个采取多大的行动 所以呢能源价格 还会怎么样的波动 油价呢会不会在持续性的飙涨 那不过呢 目前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还是有点点按兵不动 所以呢 芬兰的总统呢 尼尼斯托 昨天呢 接受美国专访的时候表示 他对于到目前为止 普丁由芬兰亲口告诉他 说他们要加入北约之后 他非常的冷静 冷静到让他觉得非常惊讶 我觉得他这个心里面在想 有没有有点毛毛的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确实 这个芬兰曾经成为 这个苏联时期 他们认为的附庸国 那即便的话 没有纳入 他正式的苏联的范围当中 但他在他的面前 一动也不太敢动 所以就所谓的 西方世界国家来说 芬兰他却在 每一次的选举里面 他的选举都会去考虑 这个人会不会去 惹恼了苏联方面 所以他会相当的 一些自我节制 来达到他们认为 对于他们国家安全 最好的一种保障 那你说这样的 会不会觉得太屈辱 事实上我们在节目 讲过很多 他就经过在二战时期的 连续了两次 非常惨烈的战争 让他面对一个 他这个芬兰在跟苏联 跟苏俄之间 长达1340公里的 那么长的边界当中 他跑不掉 他跑不掉 只好面对 他有他的方式去面对 然后去得到民众的支持 因为他们发现 当你跑不掉的时候 你如果完完全全 不去顾虑到 两国之间的关系 那只有一个被并吞 或者被强占 然后发动一次又一次战争 有不断的更多的鲜血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也就是他们就做出了 某种程度的决定 我想这一次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当你这次 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打开地图看 那么多林 这个苏联边界的国家里面 为什么芬兰跟瑞典照理说 他应该要怕 他应该要加入北约 但他一直都不加入北约 他一直相对来说 维持一个在北约当中 中立的角色 就是他们 因为他知道 他加入北约之后 他会跟苏俄 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更加的尖锐 所以他采取的方式就是 我不得罪你嘛 你不希望我加入北约 就是我不加入北约 我维持某个程度的中立 但是我也尽可能 跟你保持距离 但是因为这一次俄乌关系 改变了非常多事情了 我就说虽然俄乌还在延续 但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思考到了 在俄乌之后的国际局势 将会怎么样演变 所以对芬兰来说的话 他自保的方式 就是他决定加入北约 那只是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还要看看俄罗斯的反应如何 我想这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芬兰总统对于普丁 没有反应 他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们一路上以来 我觉得这是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 你真要去讲话 好长好长 我曾经有帮一本书 导读过有关于动荡 就哪些全世界 哪些国家当中 在地缘政治里面 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局面 那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几个 我挑了包括芬兰 包括澳洲等等 其实都有各自国家的处境 跟各自国家的选择 大家都会用一个比较理性的 冷静沟通的方式 就内部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 芬兰是这个样子 OK好 那所以这是芬兰目前的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芬兰的状况之外 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话 面对的是现在拜登回来的 五月份的亚洲行 他这个事实上又开始去强化 看起来要去围堵这个中国的 他大概想要借由这个俄乌 好不容易西方国家 被俄罗斯激励以后团结起来了 那既然那个团结的气势 可不可能在亚洲延续 我想这是美国希望的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看的话 所以第一个习近平 他必须要去稳定住整个的局面 那在政治的局面稳定 至于经济的局面也必须要被稳定 所以李克强好久不见了 这个终于走出来了 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还特别写了篇文章 李克强走出习近平的阴影了吗 他被要求要来做一件事情 努力修复中国经济 那怎么样做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观察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见 拜拜 I like healing sound I like radio